赵丽颖央视春晚独唱《满庭峰》,国色真的太多人眼球了。 王一博被著名导演称赞演技,正式摆脱第一面摊的标签。 赵丽颖央视春晚独唱《满庭峰》,国色真的太多人眼球了。 2023拓年央视春晚,赵丽颖再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, 一曲满庭峰,国色,从自然万物到天地似时,如诗如画,如幻如梦, 带我们一起追寻着中国的传统色彩。 赵丽颖这深白色墨竹长裙造型超级美,头扎丸子头干净利落, 端庄温婉,明艳动人,好有气质啊,很有国风感。 珠子,作为四君子之一,她是优雅,正气的象征, 这款旗袍和赵丽颖的气质很搭。 最喜欢赵丽颖唱的第一段,没看到人先听声音,挺惊艳的,很大气的声音。 直播看不到歌词,后面看了有字幕的,好多种颜色,歌词还挺难的。 每一种颜色都是国色,每一个画面都是天香。 对脸拍那段,想反复观看,有一种电影感的意境, 不妖不媚,大气又可爱,确实不可替代。 特别是闭眼然后缓慢张开眼睛的那个镜头,太绝了。 节目通过现代视觉打造,呈现出完美色彩。 宁芝,桃红,香叶,陈香,群青, 将中国文化中最迷人的色彩都挽约出来, 各个都是中国文化最时尚的点缀。 几个颜色的水墨表演也非常赞,很有文化底蕴。 赵丽颖的大气端庄,舞者们专业优雅, 加上舞美设计舞台寓意,质感一极棒。 将国风文化以最时尚的方式展现出来。 王一博被著名导演称赞演技,正式摆脱第一面摊的标签。 吴明导演说,他不相信王一这样的偶像能演得这么好。 王一博原本出道的偶像,后来转向电影之路, 因为演技,无感情而遭到不少批评和诋毁, 甚至被关以第一面列的标签。 正因为如此,当得知王一博将出演吴明, 与梁朝伟、周迅等老演员合作。 许多网友认为,他将成为拉低电影质量的黑洞。 然而,与观众的想法相反, 吴明的制作人和道面, 却竭力保护明星陈情令, 也不惜给予他很多赞誉。 具体来说,在最近的无名宣传直播中, 导演承尔说,在电影还没上映的时候, 大家很难同意王一博演得好, 也不会满足于他对1997年美男的赞赏。 然而,在他看来, 观众应该去电影院看匿名, 知道他为什么如此赞美。 承导还补充道, 作为一个偶像,王一博怎么能演得这么好? 面对承尔导演的分享, 网友的反应颇为反响。 歌迷或对王一博有好感的人为他感到高兴, 因为演员得到了业内同行的认可。 但是, 也有不少网友还没有真正敢相信王一博的演技, 以至于怀疑, 这是承姓导演为了增加票房儿的把戏。 根据剧组的宣布, 吴明将于农历大年初一, 即2023年1月22日正式上映。 这部以黑色喜剧为背景的电影, 以珍珠岗为背景, 围绕在上海生活和工作的情报人员的危险生活展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